第45部课 TSAVE-DAALOG另存为对话框组件 讲过了文件打开对话框 在这一节课 我们看另存为对话框的实现 另存为对话框 在我们编写软件的时候 也是经常需要调取的 文件另存为 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的对话框 用户可以命名为一个文件名称 点击保存 这样可以在将来我们自己写的软件中 根据另存为对话框 来指定我们把一些内容 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 实现显示一个文件 另存为对话框的难度 其实我认为与显示一个文件打开对话框的难度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把这样一个另存为对话框组件 添加到我们的程序窗体内 我们找悬向卡 找到DALOJS 第一个是文件打开对话框 第二个就是保存对话框 双击添加一个进来 然后我们添加一个按钮 按钮的标题为 执行 然后这样我们就成功的把一个另存为对话框组件 添加到我们当前窗体内 这个组件有一个NAME属性值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属性值来访问到这个组件的控制权 这个组件有这些属性 以及这个方法 有待于我们学习 我们看另存为对话框组件的方法 Execute 文件打开对话框 组件同样有这个方法 在打开对话框中 通过这个方法可以调用文件打开对话框 在这里通过调用另存为对话框组件的这个方法 可以调用另存为对话框 以使计算机与用户进行沟通 我们看一下 先是它的名称 双击当点击按钮的时候 咱们为其添加代码 首先是组件的名称 savedalooj e. 调用execute这个方法 分号结束 运行程序 点击按钮后 弹出另存为对话框 我们可以进行相应的操作 或者点击保存 或者点击取消按钮 我们如何识别用户 针对于另存为对话框 点击的是保存 还是取消按钮呢 可以通过这个方法的返回值 当用户单击保存按钮时 此方法返回处 单击取消按钮时 此方法返回foss 我们可以编写相应的代码 来进行证实 同样声明一个布尔类型变量i 数据类型为 布尔类型 i 的值 为调取这个组件的这个方法后的返回值 弹出一个消息框 消息框的内容为 把布尔类型的值 转变成字符串类型的值 转变谁呢 转变变量i中的值 运行程序 这里有一个错误 我们看一下 s h o w m e s s a j e 丢了一个s 运行程序 点击按钮 弹出另存为对话框 如果用户点击的是取消按钮 那么这个方法返回的值为foss 如果用户点击的是保存按钮 注意这里得输入一个内容 否则如果是空的话 没有办法保存 随便输入一个内容 点保存 我们看方法返回的值为处 通过这个方法的返回值 我们就可以判定用户点击的是保存按钮 还是取消按钮 接下来看属性 其实这些属性在打开文件对话框 我们也介绍过 在这里呢 我们进行简单的重复的叙述 第一个 filename 通过它可以返回用户所选文件的路径 与文件名称 我们看一下 首先 通过调取组件的这个方法 弹出另存为对话框 然后显示一个消息框 消息框的内容为 组件的 filename属性 我们看它的值是多少 运行程序 这里有一个错误 这是s 运行程序 执行 弹出另存为对话框 如果点击取消的话 它的属性值为空字符串 也就是说 它的 这一个属性值为空字符串 如果我们选择了某一个文件 比如1.txt 点击保存 我们看 根据文件名和路径 我们将返回 针对于这个文件的路径 以及文件名 保存 地盘下的1.txt 通过这个属性 通过这个属性 我们就可以确定 用户将要把文件保存到什么位置 以什么文件名 这是这一个属性 我们再看 对话框过滤器 另存为对话框过滤器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在这 点选组件 在属性面板里找到这个属性 为其进行设置 比如 文本文件 扩展名是txt 规则为 星点txt 以txt作为扩展名 声音文件 星点mp3 以mp3 作为扩展名 保存 运行 点击执行 我们看 保存 类型内 有文本 有声音 这两个呢 都是通过这个属性 进行设置的 再下一个属性 filterindex 通过 文件 类型的 缩引值 这个缩引值 由这个属性 来控制 来确定 另存为 对话框中的 当前 文件 类型 比如 现在 我们看 把这一句 先删除掉 我们看 当前 它的值 唯一 也就是 以默认 过滤 过滤器中 第一组 作为 默认值 运行程序 点击按钮 第一组 文本文件 这是第一组 如果把值 改一下 改成 二 再运行程序 点击 执行 按钮 我们看 保存 类型 默认 以第二组 作为 默认的值 这是 这一个属性 通过它 可以确定 另存为 对话框中的 当前 文件 类型 也可以理解为 是 默认 文件 类型 第四个属性 INITIALDL 通过这个属性 可以确定 对话框的 初始目录 我们看一下 在调取 它的这个方法 弹出 另存为 对话框前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属性 来设置 初始目录 为 C盘 下 然后 再调出 另存为 对话框 当然后续 可以 获取到 用户 选择的是 哪个文件 以及文件路径 通过 这一个属性 运行程序 点击 执行 我们看 默认 另存为 对话框 以 C盘 根目录下 作为 默认 路径 如果换作 地盘呢 我们可以改 这个路径 运行程序 点击 执行 当前 打开 另存为 对话框后 默认 路径 为 地盘 下 这就是我们 今天介绍的 另存为 对话框 组件 我们会发现 它的使用 与文件 打开 对话框 组件 基本上 类似 这两个 组件呢 是我们 编写 程序的时候 经常 使用到的 因此 大家 要 针对于 文件 打开 对话框 文件 另存为 对话框 进行 多多的 练习 第45课 完毕 Over 练件